2013年,一部由好莱坞影星本《阿弗莱克》自导自演的片子《逃离·德黑兰》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影片。 这部电影正是根据历史真实事件改编,揭开了美国一段不愿回忆的往事。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美国大使馆被占领。 当时有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押为人质,长达444天之久。 而这场人质危机不仅导致了当时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竞选连任失败, 更是让美国和伊朗自此成为国际上的严加死敌。 要知道,从二战之后,美国就开始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了伊朗政权最主要的支持者。 应评论区小伙伴们想看深度内容的要求,这次真的是开了个大坑。 已经干了两周的中东系列,就先从近代的伊朗开始。 希望这个系列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言归正传,正式开始。 在近代,布斯人建立的凯加王朝在英国和俄国的先后入侵下,沦为了半殖民地。 一战过后,1919年,英国同伊朗签署了英伊协定,规定英国在军事财政、关税等方面享有完全的控制权。 伊朗成为了英国的保护国。 这份协定遭到了伊朗人民的强烈反抗, 于是,英国被迫改变策略,企图通过扶植代理人来控制伊朗。 而军阅中,威信较高的李萨·沙阿·巴列维被英国选中,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凯加王朝。 于1925年,正式建立了巴列维王朝。 穆罕默德·李萨·巴列维在1941年从父亲那里继承王位。 他有一个强国梦,就是效仿林国土耳其将伊朗打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地域强国。 在上任之后,他也确实展现出了一个明军的前置。 他显示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将入侵的苏联从阿塞拜疆省赶走并且立志改革,与西方文明接轨。 而在冷战时期,已经和苏联彻底闹败着他,成为了美国的盟友。 是的,在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 当时的伊朗不仅和以色列关系不错,甚至连自家的情报机构都是由美国CIA和以色列的摩萨德一手帮忙建立的。 巴黎维统治初期的政治气氛比较开明,女性摘掉面纱走出家门,获得了与男性平等上学就业的权利。 年轻帅气的巴黎维和她的埃及公主正是成为了王室当年最美的一道才艺。 而与此同时,国内各个政治派系都得以发展。 其中,来自改革派的民族阵线就是在这个时期不断地发展壮达。 此时,民族主义运动在第三世界风起零用,包括了埃及的纳塞尔试图从英国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 而伊朗最重要的经济命脉正是英伊石油公司。 在公众的不断施压之下,巴黎维任命了民族阵线首领孟海默德·摩萨台担任总理。 但是,这位总理掌权之后,试图剥削掉皇室的政治权利,把巴黎维软禁在了王宫之中。 而摩萨台上台的首要任务就是将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 根据英国与伊朗所签署的石油开采条款,伊朗只能从中获得纯利润的16%,而摩萨台的要求是石油开采权归伊朗所有。 英国人只占50%,与美国和沙特所签的协议比例相同。 这显然是英国无法接受的,但二战后的日不落帝国日渐衰落,于是不得不拉上老盟友美国来一起解决问题。 但华盛顿与唐宁街之间在表面上团结一致,暗地里却是互相争斗。 伊朗石油的国有化很显然符合美国的利益。 于是对于英国想要推翻伊朗总理摩萨台的想法,杜鲁门并不赞成。 这可急坏了丘吉尔。 这位英国著名首相,电话一头对杜鲁门大声喊了起来。 英国在朝鲜战争站在了美国一方,也希望美国能够在伊朗问题上保持一致立场。 不过英美重新再次站到了一条战线时,已经是艾森豪威尔上台之后。 他选择了和英国重新切蛋糕,并组织了中情局启动阿贾克斯行动,推翻伊朗总理摩萨台。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摩萨台深得民心,美国想通过巴列维罢免首相的行动失败,巴列维不得不一度逃亡意大利,来躲避沸腾的民意。 最终,美国中情局在巴列维的授权下将坦克开进了德飞兰,开始靠通首相关底。 摩萨台被捕之后投降,最初他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到三年有期,一直被软禁在家中,直到逝世。 而流亡海外的巴列维国王,在美国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的陪同下,一起飞抵了德黑兰。 扎克尼将军则成为美国所扶持的新首相。 阿贾克斯行动过后,因一石油重新进驻伊朗,而美国的物价石油公司加上荷兰的皇家桥牌公司的共同加入,则结束了英国在伊朗石油的垄断。 这次巴列维虽然保住了自己的皇权,但是这一系列的操作为之后所爆发的伊斯兰大革命埋下了种子。 摩萨台的政权被推翻以及巴列维的复位都是依靠着外国力量,而安插巴列维成为权威君主,则让伊朗世俗化的民主议会制度完全被破坏。 在许多的伊朗人看来,美国是一个双标的国家,它将自己包装成自由的捍卫者,但当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战略目标时,却会毫不犹豫地利用秘密的手段和自己强大的武力来推翻民选政府。 起初美国只是认为这是冷战的又一次胜利,埃森豪威尔认为中情局成为了美国重要的外交机构,因为他们的秘密行动可以不费力且有效地改变国际事件的趋向。 第二年,威地马拉的哈克沃·古斯曼政府同样试图国有化联合国品公司所持有的土地,美国再次让中情局策划了秘密行动,成功地推翻了威地马拉政府。 在当时,一个支持美国的伊朗政府有助于美国在中东取得地理和战略优势,而且毗邻苏联的土耳其在此之后也正式成为了北约的成员国。 但直到几十年后,CIA会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了回旋标效应。 美国的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在政变前后都曾访问过伊朗,并说下了这样的一番话。 他说,阿甲克斯行动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制造出来的痛苦令人难以想象。 英美两国的情报官员再也不敢厚颜无耻地干涉当地的内政了。 2009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发表演讲,公开谈到了美国在1953年伊朗政变中所扮演的角色。 该事件是导致美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系紧张的源头。 多年来,伊朗的反美旗帜鲜明,我们之间的历史动荡不安。 在冷战期间,我们参与推翻伊朗民选政府,而在伊斯兰革命之后, 伊朗则涉入人质危机及暴力对待美国部队与公民的这段历史。 众所周知,并且深陷历史包袱,我愿意向伊朗的领导人及伊朗人民表示, 我们已经准备好,迈步向前。 不过美国之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一举一动, 说明了美国即使认识到了错误,依然不会选择去改正它。 而此时,霍梅尼开始逐渐登上了政治舞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